大家好 今天我发现我这一颗用花杆来防殖的蝴蝶兰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 这个新芽的位置 下面这部分又长出了一个小花苞出来 原来先长的是这一边这条叶芽 后来这两天 突然发现它长了一个小花苞出来 那么像这种小花苞它是怎么长出来的 我也不太理解 本身是营养生长 怎么会转为生殖生长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先不理它是什么原因 我们首要做的就是 直接把它剪掉或者是直接把它掰掉 不要给它开花 开花的话 这条小芽肯定是会影响到它的生长的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接下来我会给它 使用一些促生长型的 肥料比如说像这种兰科植物型 营养液 因为这种营养液它可以在蝴蝶兰生长期使用 让它快速的生长 不容易花芽分化 不容易开花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些新芽安安兴兴的生长 不给它再长花芽出来 那么花芽们想不想知道 我怎么用这个蝴蝶兰的花杆来防止 促进它长一些叶芽出来的呢 那么下期就跟大家分享 用这一颗 操作给大家看一遍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